河南郑州一名老翁坐公车时,要求一名大学生让座遭到拒绝后,气愤打大学生四巴掌,大学生没有还手,待大学生下车后,待在车上的老翁,突然心脏病发猝死。 事件以来网友热议,认为判决还大学生公道。 事件发生于2014年,但近日再度在网上热传。 中国大陆河南郑州一名老翁坐公车时,要求一名大学生让座遭到拒绝后,气愤打大学生四巴掌,大学生没有还手,待大学生下车后,待在车上的老翁,突然心脏病发猝死。 综合媒体报道,事发2014年9月9日下午四十曲,地点在河南郑州。 该大学生因为考试熬夜,当日上巴士后,随即找了一个靠窗位置,然后睡觉。 老翁之后上车,见到年轻的大学生急要求让座,你看不到老年人在你旁边吗? 你怎么不给我让座? 大学生拒绝,两人开始争吵,老翁更气愤动手一连打了大学生四巴掌。 过程中,大学生没有还手,到站后便下车,然而留在车上的老翁,突然倒地不起,送院不治,死因为心脏病发。 老翁家属得知噩耗难以接受,指老翁患有心脏疾病,需避免情绪过度激动。 认为大学生要求老翁死亡负责,要求大学生赔偿50万人民币。 法院审理后表示,无直接证据证明,大学生曾用肢体暴力或刺激性言语刺激老翁,认为大学生行为为造成老翁任何击害,故无需对老人的死负担任何责任,判家属败诉。 事件以来网友热议,认为判决还大学生公道,大快人心。 也有网友表示,大学生应反向老翁家属追讨赔偿,不应忍,平白无故,被打了四巴掌,也应该索赔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,遇到欺负就忍让,只会无限度地纵容坏人嚣张气焰,也助长社会不良风气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